胡歌接受记者采访 畅谈十年来的起起伏伏 谈言经历了那么多 现在才是他的最好时光 除了《仙剑》系列 胡歌在2010年出演的电视剧《神话》也大受好评 很多人对于剧中形象非常喜爱 也加固了他内地四大小城之最的头衔 在2010年底的时候 他做出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 当时他投资500万元 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厅 其实胡歌出了演员老板的身份 还是娱乐圈中身家商业的隐形富豪 据悉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不断改善生活条件 还在上海购置了上千万豪宅 日前胡歌接受记者采访 畅谈十年来的起起伏伏 谈言经历了那么多 现在才是他的最好时光 除了《仙剑》系列 胡歌在2010年出演的电视剧《神话》也大受好评 很多人对于剧中形象非常喜爱 也加固了他内地四大小城之最的头衔 在2010年底的时候 他做出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 当时他投资500万元 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厅 其实胡歌除了演员老板的身份 还是娱乐圈中身家商业的隐形富豪 据悉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不断改善生活条件 还在上海购置了上千万豪宅